喂 哈喽 我随时随地在等待 哦 我的哥 这样子大家就不会听不见我讲话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昂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在搭配衣服的时候的一些思路吧 今天的主角呢 哎 哎 裤子呢 今天的主角呢 是一件渐变的牛仔裤 嗯 就是我手上这条 嗯 是夏天的味道 整个配色非常清晰 就是我身上这条 一模一样的 我拿在手上呢 想让你们看清楚一下 它的一个渐变 像这样三种颜色的牛仔 拼接在一起的 我突然发现我身体骨很柔软 这条牛仔裤的重心在下面 就会显得你的上升很轻盈 啊有点累 这样子的一个配色 会让它的一个搭配的可能性 丰富很多 牛仔的色相 其实无非也就是差不多这三种 除了这种蓝色的深浅色以外 其他的颜色都是比较 特别的水洗色 那我今天就与这条来搭配一些衣服啊 提供一些配色上面的思路 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颜色 这种颜色 或这种颜色 或者你刚好有这一条 都可以参考我今天内了 我搭配的第一个配色就是蓝加白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配色 去年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跟大家说过了 蓝色跟白色呢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配色 非常容易显出高级感的颜色 不挑人的颜色组合 身上这件就是一个白色的T恤 有一点点蓝色的字母 跟底下这个蓝色 做了一个呼应的感觉 放在第一个 也是因为它最日常 那我自己的话 一般来讲 如果这一套搭配看上去 偏休闲感一点的话 我就会选银色 稍微偏 一点点 正式 只要有一点点 其实加一个金色 都还蛮点缀的 像这一身 我就选银色 我身上的项链 就是这种细细的银色 因为领口比较宽 然后是比较能展现 优美的线条的 一般高的我就会被粗的 低领的我就会被细的 或者是宽细结合的那种 然后因为这套非常清新嘛 就是有那种海浪旁边的感觉 所以我选的是一个透明的耳环 就是很有夏天 很有夏天的感觉 就做到风格统一就可以了 帽子的话呢 我选的是一个 也是银色链条 好像是去年吧 流行很大的 所以当时就买了 很多这种很大的帽子 觉得可以嫌我的脸小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个啊 现在戴鞋子也还蛮好看的 如果你家里有很多手环 什么的也可以戴一下 那包包呢 我选的就是比较有休闲感的 这种帆布 差不多一套就可以了 给你看一下整天 第二个配色 因为这条裤子 哎呗 重新来 因为这条裤子上面是有三种蓝色 所以基本上 你在挑选蓝色的时候 可以不需要花心思 就什么蓝色都可以 听说还有的地方很冷 那我就先换个毛衣 牛仔裤的话 一般是四季的单品 所以冬天的衣服也是可以搭 人身上下都是蓝色了 那我就会用白色 去做个平衡 短一点的 会提高你整个人的一个 身材的一个比例吧 再换一个这种 比较浅一点的蓝色 这个领口比较大嘛 我就会配这种银色 然后都垂下去 因为它是飘飘那种感觉 整个饰品跟衣服 都有一个统一的感觉 这颜色是一方面啊 然后整体的配饰的 一个给人的感觉 比如说像第一个 就是休闲感 统一休闲感 这个就统一是这种垂坠 或者是女人一点飘飘的 这种感觉 就统一这种感觉 我觉得统一风格 在穿搭里面很重要 它要懂得去往一个方向去努力 就不要什么跟什么 都混搭在一起 味道会有一点点改变的 这么远说话 你们都听得见 麦克风真是太棒了 同理可振 这个也是一个蓝色的小马甲 就是花纱类的 我里面搭一个白衬衫 它也是一个 有顺色效果的感觉 一般我穿衬衫 我都会把它夹起来 不然的话 就会显得我人很没有精神 我要把这一块空出来 我再有两个非常夸张的耳环 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搭配思路 就是我觉得你一旦色彩运用得好了 运用风格上面的统一 其实就可以解决生活上 穿搭很大一部分了 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造型师 你让我去做很复杂 然后很精致的那种造型 我也不会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普通人 在日常生活当中 稍微学点皮毛 就足够滋润我们的小生活了 这个就是第二部分 就是同色系 蓝蓝下面的几个搭配 给大家参考一下 再来就是撞色系了 黄配蓝也是非常经典的 黄色是我今年穿的最多的一个颜色 继白色之后 因为它真的很好配 这副聪明耳朵 就对我来说很好 如果是脸很小的人 可能要慎重 就对我这种脸盘比较大的 这种大耳环 真的显得我的头 蛮小的 比较妙的就是这个盼 还可以做一个腰身的感觉 对于一些肚子有肉的啦 苹果性身材减的啦 或者是一些不过一夜衬衫 小小的一个标腰线的一个设计师 我觉得很日常很实用的 包包的搭配 我就选一个同色系的黄色 黄色跟黄色之间的加持 是可以叠加的 火锅每个地方的天气温度都不同 大家就看色彩搭配 单品的话 你们就根据自己的天气去选择 你看像这件 它是一个小毛衫 它也是黄色的 配起来也很好看 选自己合适的厚度就好了 好吧 再来一个是灰色配蓝色 浅蓝里面是泛着灰色的 所以它跟灰色 也是有一个同色呼应的一个效果的 这个领子呢 算是圆领 露得不是很大 所以我一般我就会配这种粗一点 然后把它卷一下 全身如果都是浅色 我就会用一个深色的包具一样 我用的是黑 最后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撞色 就是红 我个人是很欣赏这种撞色的 我也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会喜欢 所以我放在最后 如果你是这种颜色的话 就应该要配越鲜艳的那种红色 但是因为这整条里面 这个浅色占的是比较多 就灰掉是比较多 所以我选的是一个九红色系的T恤 它是一个很宽大的T恤 基础款 但是大家一定要像我刚刚讲的整理 园令的话我配的还是这条项链 我配的这双鞋是我平时没有尝试过的一个风格 试一下 OK 那我所有的配色思路就分享完了 就到这里啦 拜拜